86年出生的她是老北京人 14岁学厨 24岁在胡同台的第一家小馆 擅长精味菜创意菜 并用四五年的时间 创立了自己的餐饮连锁品牌 可谓是京城餐饮圈里的后起之秀 这是羊排 羊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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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羊排叫啥名 叫印象羊排 印象羊排 主料羊排 付料孜然辣椒面 花生碎 芝麻碎 还有香油 真的啊 太好吗 对对对 来来 咱们先说羊排吧 我看你选的羊排太瘦了吧 还是就是要这样的 对 就是要肥瘦相间的 这个后边是肥的 前面是瘦一点的 好 那咱们开始操作 好好好 要得切一下吧 对 咱们先就是两根是 就是一块 对 两根一组 先把它剔一下 这个要切这个块 也是跟平常家里吃的那种羊排 对对对 差不多大小 对对对 这个刚才你那竹说了 是叫老菜 这个老菜有多老呢 这是这道老菜呢 叫 原名叫西北羊排 也是一道传统菜吧 这是就这么整根的是吗 对 要剁 好 这羊排已经剁得差不多了 我感觉对 差不多了 有我的手掌那么大 嗯 手掌心 你的掌心 好 那这切完了之后呢 咱们要腌制一下吗 不用 咱们切完以后 然后拿水煮 来 凉水下肉 对 好 这水里咱不放点啥吗 要放那个花椒 那个花椒大料和桂皮 还有葱姜 但是咱们等开锅放还是现在放 现在放 葱 姜 葱姜 哇 哦 桂皮也弄碎了 对 桂皮 味道要不然出不来 嗯 八角 嗯 比如说咱们说的大料 嗯 花椒 花椒 大家说要花椒 花椒 大料 桂皮 葱 姜 基本上就是跟炖肉的这个佐料差不多 嗯 这个是一下把它煮熟吗 还是说 对 就是先 要完全的 完全的把它煮熟 哦 完全的把它煮熟 这个一次就熟了 对对对 这得煮多长时间啊 嗯 羊肉的话 多煮一会儿吧 嗯 大概在家里头 就是小火慢炖 嗯 大概40分钟左右 哦 哎 我想炖啊 咱们这个 就平常有些人 咱们做这什么排骨啊 包括羊排啊 嗯 还得先飞一下水 咱们这也不用啊 对 但是飞过水以后 也要用圆汤去炖 哦 嗯 那圆汤里面 不会有一些什么山味 会吗 呃 不会有一些山味 山味的话就是 只要把这血沫嘴的撇到就好了 对对对 主要是血沫嘴 但是现在来讲 你现在还没有什么 特别能把这个山味去掉的东西吧 就是一个葱姜 对 葱姜 佐料 对对对 然后放点当归如果炖的话 嗯嗯嗯 可以去一些味道 哎 我就想问啊 咱们平常要炖这个哈 你说是开了之后 小火嘛 咱们炖 嗯 咱是盖盖好 还是开盖好 嗯 怎么说 家里边还是盖盖好 嗯嗯嗯 会快一些 哦 我还得问你大厨啊 嗯 老菜 嗯 改良的 嗯 我还要问这个老菜应该是归属在哪边啊 是什么宫廷菜啊 还是说什么 对这个 这是算宫廷菜的一道 啊 嗯 原来都是过油的 然后最后炒制嘛 嗯嗯嗯 嗯嗯 因为宫廷菜就是 好多都是以牛羊肉为主 嗯嗯嗯嗯 好开了 咱们就是 开锅以后放点盐 哦 哦 这时候对 对 对 还得放点盐 对 刚才其实我们把这个上面的浮沫都已经撇掉了 嗯 嗯 再来点盐 炒的羊肉就是没有什么浮沫 嗯 还真是 哎 我想问 那除了这个盐啊 嗯 难道给它一次放足吗 因为一会儿炸的 不不不 这个盐就是只让它里边入味 入味 只让它里边就是有一点咸味 嗯 为什么 因为炸制过后以后呢 咱们要炒制 炒制过程中还要放盐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其实就是几次烹调的过程当中都要入味 对 所以它是有层次的 因为宫庆菜嘛 有讲究的 嗯 嗯 那是不是每道宫庆菜都做得特慢呢 嗯 还算可以 有的会很快 嗯 四汁味噌差不多了啊 我们看着这个羊肉呢 明显是缩小了 而且感觉里边 应该骨头都支出来 就算脱骨了吗 嗯 对 已经差不多 吃吧 应该算熟了 熟了 对吧 嗯 全熟了 出锅吧 OK 我们加点椒盐就吃吧 嗯 不行 这个汤还要吗 这些 葱姜 葱姜啊 都甩掉去 接下来的炒制过程 除放油就大有不同 不过要太高 而且为了更好的体现烧烤口味 下料要萌准很 还要内外兼得 好吃实惠的羊排抢占魅蕾了 好 我们这边呢 把油做上 对 嗯 然后我们这边来蘸干粉 先开始的步骤就是一个 真的羊排 对 对 让它全部的就是被干粉笼罩住 哦 要蘸得薄一点吗 对 不要太厚 蘸得不要太厚 那这个油得挤成热 我们可以下这个油 油温一定要高 高温的 对 一定要高 让它一下达到那种酥酥的感觉 你看出刚才这调料 这应该是辣椒面 对 辣椒面 自然 对 这自然还给擀碎了 对 咱们自然是擀碎了 然后炒香的 嗯 香葱 花生碎 还有芝麻碎 对 就像烧烤的感觉吗 对 是做出来是那种烤羊排的 对 有点烤羊排的感觉 这油温得几成多呀 油温大概得在200多度 250-60度吧 这个要炸到什么程度 炸到比较焦 它颜色有点发红 嗯 所以说就是说油温一定要高 油温一定要 高油温呢 一下入之后 它表面一焦了 但是里面它还是嫩的 对 嗯 焦里面 这个咱们炸制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油温一定要高 温度呢 应该在200度以上 嗯 不然的话 如果说油温低了的话 会喝油 就里面的油会进到肉里的 到时候吃起来的口感就不太好了 嗯 这个咱可以了吧 对 它是金黄色嘛 可以光火 哇 这感觉有点像炸带鱼的那个颜色 炖 炸 给炒了 炒这个一定要用香油 因为过去很多老菜的 传统的菜呢 都是香油炒制的 那这个香油在使用上和我们一般的那个油会有什么不同啊 不过要太高 如果太高的话就会糊掉 哦 嗯 自然 自然 那油温不要让它太高吧 对 不要太高 自然 辣椒粉 对 对 芝麻 花生粒 对 然后炒制 是 把这些调料跟这个羊排啊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这咱们还要调味儿吗 对 对 要加盐 出锅之前要加盐 嗯 我觉得它应该是那种特别干香的那种感觉吧 对啊 再来点盐 然后这是这是炒制的 最后出锅之前要把这些干料再重新再放一遍 再放一遍 对 让它的干香味都到羊排上而去 好 你放吧 放吧 咱们放第二遍了啊 花生粒 辣椒粉 嗯 还有自然 这得放多少量 嗯 就是看个人口味吧 嗯嗯 看个人口味 刚才你的桌子差不多放了有时三四克 对 跟第一次放的差不多 好 再来点香葱 这可以出锅了吧 可以出锅了 好嘞 嘞 哇好香啊 步骤一 羊排剁寸段 然后放水中煮开 加葱姜 桂皮和八角 煮开之后呢 咱们加盐 给它捞出备用 步骤二 随后呢 裹上干淀粉 下油锅 炒到两片金黄 炒锅倒香油 下入孜然 辣椒面 花生 还有芝麻碎 倒入炸好的羊排 把它翻炒 淋出锅前的再撒盐 花生 和芝麻碎 还有孜然和辣椒面 你看里边 你看里边这个肉 还是嫩的 冒着水 吃饭 因为我爱吃 平常这种烤肉的感觉 这种紫然辣椒 或者花生脆 加起来 特别有味 我爱吃 对 而且我觉得 尹大厨最后 撒的那一把盐 对 特别棒 特别棒 对吧 你看之前我们放的盐 你可能都吃不出来 里边有什么 你咸的那种味道 但是最后 这个盐面 撒在这个上边了 你会隐隐地 感觉到那种 咸鲜的感觉 又有一点小颗粒感 是吧 太棒了 再撒一遍 它敷在上面的感觉 真的是不一样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好吃好吃